港交所388 看到昨天股价升了5% 收市都可以起到490元以上 试完就因为内地加强监管中概股 市场衷镜说 企业会否去美国上市会受阻 反而多了来香港上市 就是一个大家的憧憬 究竟是否这个憧憬会实现呢 对于港交所股价有没有帮助 因为见到其实港交所支持很多次 其实去到500元前 都好像有个很大阻力 又掉头回回 所以你看看今次 究竟有没有可以再上去高一点的水平呢 当然这一段 就着刚才提到一些监管的风险 特别近这几天 港银滴滴 什么Boss直平 这些网友刚刚过去 这个月上市那些 有些被 譬如有些APP下卡 等下来计 反而大家会冲敬着 对港银滴滴滴滴 这几天反而估计 亦是有上升 当然 如你所说 如果这样看 憧憬上是对港银滴滴滴的 但实际来说 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刺激呢 其实这个 我想从几天角度 我觉得就要再 慢眼望一下 即是你说气氛短期 有些炒作是不出奇的 因为一来 其实 坦白说 就算未有今次 再加强监管滴滴 这些因素都好 其实你过去这年纪 不断说中概股回归 或者是因为中美关系 而可能很多未上市的内地企业 都会选择在港上 其实一直都已经有这个画面 所以就算今次再加强也好 是不是真的 所谓新的炒作呢 其实我觉得严格来说 未算太新的 只不过你说今次的监管 现在说好像比之前 严重了或者严谨了 特别是收紧一些 以VIV形式去海外上市的企业 原来我们很多去美国 常过的形式都是以VIV形式 如果这样说 的确可能对港口所 是有潜在的憧憬 但这个真的要慢慢 中长一点去看 不是说你这一天宣布完 明天全部都会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炒作性 股价上的炒作性会更明显 但实际上来说 要坦长一点去看 还有我想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其实前一天 突然间下午上来的主因 其实都是当时他说 就是譬如下年就是四季 有一个新的IPO平台 会缩短资金回款的时间 这个令当时大家觉得 如果真的这样走 也都是对回整个资金面 回来快了 变成可能多些新的资金 重新投入到22首市场 对成交等等都有帮助 所以又是有这样的憧憬 但刚才也提到一点 就是这个平台 最快都走这次四季 其实比较长线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 你可以说是 叫做这一转市况 不是那么好之下 找到一些好东西 令到它借势炒一炒上 但我也同意的 就是股价 没错过这几天很强 但你说现在追不追呢 我觉得反而未有货 可以看一看 譬如今明两日 究竟能不能冲穿到 这个环区间先 因为其实 它走那个环区间 当时也走那个环区间 但它是区间顶 那时他说是区间底 他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但区间顶 就是刚刚刚 Irene discussing的500元这些位置 那你说能够破到 是另一个画面 因为过去大概 400,450,450 至500元 这50-60元 已经走了几个月了 如果真的能突破500元 其实从技术走势上说 你只是向上设计这50-60元 也有条件支付500-560元 但这就是等到突破出现 才会做到 所以如果过这两天都没有追货 我宁愿等这几天 是否真的能冲穿500元 站稳才去追货 因为我想第一个都知道 就是下下去到这些位置 就是尴尬位置 支持阻力位 你觉得它冲穿 如果它真的冲穿 你买了下去 又会捱回一阵 不是说看得差 但问题纯粹要说 技术走势上说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宁愿如果真的没有部署 就先让它突破 但当然过去两天 如果有货已经骂了 我觉得当然可以拿着拿着 你先看看是否能穿到 不能穿到才可以吃股 能穿到后继续持续持续 我觉得也可以看高点的位置